喂 他是賣藝不賣生的好不好 賣藝不賣生 對 了解… 有很多的主題啦 妳是護士嘛 對 我們有很多的制服主題 像我們今年的春節 就是走中國式的改良氣泡 所以想念很短 那個性感清楚 生意是每天晚上幾乎都客滿嗎 每天都客滿 所以你們這個主題餐廳有成功嗎 天啊 他們還會跟客人玩遊戲 還有玩貼心餵食 比如說他就拿客人就過來 像壽星我們店裡會有壽星 那可能就是會 像穿這樣的護士裝我們會拿針筒 那裡面會裝就是蜂蜜糖的薑 弄在鬆餅上面然後餵他吃 天啊 阿兵哥會來到店裡消費 針鋒吃醋 阿兵哥互相拿AK49護蓋 把事情搞大了是不是 出人命 像他們就是 我曾經在店裡 就是有看過兩三個阿兵哥在外面 就是在等人的樣子 我就是去問他說 你們是不是有定位 要不要先進來做怎樣 他們就說他們要等人 那我就進去等大概十分鐘左右 我就看到外面突然就有二十幾個阿兵哥 在排隊了 排隊 可是排隊要來你們餐廳吃飯 對 就嚇到我們老闆娘跟我們服務生 他很好啊 對啊 但有沒有追求呢 就是吃完之後 有沒有想要約你們出去什麼的 就是我曾經他們會留下 自己的聯絡方式 連跌倒都要跌得漂亮不走光 怎麼跌… 我可以去試跌一下 跌完之後變成一個大志情愛可怕 可能就是走一走快要跌倒的時候 怎麼辦 雙手就是要護著前面跟後面 等一下… 這位女俠 妳跌倒還… 對啊 好快喔 她是在看著跌到嗎 因為我們穿高跟鞋有時候 妳可以… 妳可以一把過去 因為妳手上還在端著盤子 看起來更丑好不好 也太丑了吧 妳是真的 今天公司怪怪的 然後說 直接穿長褲就好了 體重超過55公斤就火了 就55公斤的客人能不接待 怎麼… 我們女生 同胞有什麼 很討厭你們這家店的感覺 你們本身不能穿過 對 來…三位色配 那個三位有顏色的 應該有一個問題嗎 因為那個問題跟這個 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請說… 就是請問妳一下 妳那一套服裝是在哪裡買的 漂亮 漂亮 這個是我們老闆娘親自挑選的 我們並不知道 那是 量身 這是所謂的量修身 是嗎 妳講這很殺風景 對啊 真的是啊 她爸爸有交代她不要亂搞了 不會 還有其他問題嗎 會不會有一天 因為薪水不夠 轉到比較那個 智乎店去 醒醒啊 我要把你給救出來 可能連點就會過去了啦 連點 你從我之後跟我 還有五弟姐姐好好聊一聊 對啊 究竟她的回答是什麼 竟讓眾人如此驚訝 等等回來就知道了